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无据IP风波,杨子终于发微博,九张图彻底把粉丝炸出来了。 4月28日,微博正式上线了显示IP的功能,包括明星的IP地址也录出来了。 要知道,评论里显示的IP地址,就是就是所在地,因此暴露了不少明星的秘密。 比如明星跟粉丝聊天,跟同行聊天,其实都不是真人,而是由工作人员操作的。 那些明明在外地拍戏的明星,IP地址却显示在北京,大概率就是工作人员。 不得不说,还是挺尴尬的。 比如迪丽热巴和胡逸,悬聊天的时候,最开始就是工作人员互动的,两个人的IP地址都是在北京。 到了晚上10点多的时候,才是真人互动,一个在四川,一个在浙江。 相比之下,杨子的IP地址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比如电视剧收官的时候, 跟搭档的互动,就是他本人亲自上阵的,包括写的小作文也是自己发的。 还有给任嘉伦送生日祝福的时候,也是自己发的,IP地址显示在浙江。 恒电就在浙江,他经常在恒电拍戏,因此大部分IP地址都是显示在浙江。 包括给导演回复的时候,也是亲自上阵的。 昨天关于明星IP的事情,就闹得沸沸扬扬的。 而在今天,也就是4月29日,杨子无惧风波,新发了一条营业微博, 还是酒公格,一下子就把粉丝炸出来了。 照片中杨子单手笔剪刀,看起来呆萌可爱。 看照片的背景,大概是在酒店或者是房车上,穿着白衬衫,扎着丸子头,一身装扮很简单。 第二张是双手的手背贴脸,这个拍照姿势大家可以学起来, 尤其是对于脸大的妹子来说,正好可以用来遮挡肉肉,还显得比较可爱。 第三张就是很普通的手捧脸姿势,只不过杨子一只眼睛是闭着的, 因此更多了一丝俏皮,不再那么死板了。 第四张照片就更加简单了,杨子对着镜头伸出了一个手指头。 大家也终于看到了他的耳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红心耳环,还是很好看的。 第五张这个手势我一开始还看花眼了,后来仔细看了才知道, 原来是伸出了食指和大拇指,做出了一个手枪的姿势。 第六张照片也是类似的姿势,只不过杨子稍微侧头,显得比较活泼可爱, 虽然手势不变,却依旧是很好看的。 第七张跟第二张照片是比较相似的,但是杨子做起来就比较可爱。 这也是因为他的眼睛比较大,也比较圆,真的就是葡萄眼,因此在拍照的时候突出眼睛是很好的选择。 第八张照片也是双手捧脸的姿势,直接给自己弄出了一个V型下巴,真的是太可爱了。 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单手捏下巴的姿势,但是杨子并没有看镜头,而是看着下方,这张照片真的有一种男友视角的感觉。 说实话,杨子微博营业算是比较多的,但是自拍照却比较少,九宫格就更少了,因此这一次粉丝比较激动。 现在的杨子正在横店拍摄长相思,是一部大女主古偶剧,也是一个大IP了,作者是童华,就是那个写出了步步惊心的童华,因此剧粉都很期待。 只不过,之前杨子造型被曝光的时候,粉丝还是很无奈的,因为他的衣服跟别的剧重复了,简单来说,就是一套造型好几部剧都用过了,因此引起了粉丝和剧粉的强烈抗议。 不过,作为目前横店唯一一一部开拍的S家影视剧,长相思还是备受瞩目的。 严谨 肖战工作室辟谣为上海捐50万外的公益,小区群送橘子意外证明观众员。 作为目前国内的断层顶级流量明星,肖战能有现在的成绩和他过往,经历是分不开的。 一部陈情令爆红,随之而来的就是全网热潮,长达近一年的事业低谷,让他和他的粉丝学会了低调处理事物。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上海的大环境问题,很多明星都捐资捐物进行持缘,肖战也不甘落后。 根据相关基金会的描述,肖战给上海基金会捐了50万元,用于购买牛奶、鸡蛋、大米和油等日常生活物资。 基金会也将这50万元的用途,各种东西明细都曝光出来,大家才得知道肖战一直在做公益。 因为基金会的公益只在上海某一个片区进行,谁知道有其他片区的网友也收到了肖战赠送的物资,例如橘子,引起热议一片。 而肖战粉丝中,有专门联络工作室的粉丝通过正常渠道和肖战工作室取得联系,以证实这些50万元以外的公益的情况,谁知道证实并不是肖战所为。 为了避免这些公益活动引起不必要的非议,所以对此进行回应,确实是非常的严谨了。 不过,此次公益活动却意外地能感受到肖战的观众员是非常的强。 看看收到橘子的小区群的聊天记录,本来有小区里面说要发橘子,不少人表示不需要。 谁知道当提到是肖战赠送的时候,大家又纷纷表示还是需要肖战的橘子,甚至还有网友表示要肖战不要橘子,而且还不止一味这样回应,这就非常的厉害了。 不得不说肖战虽然现在争议性蛮大,但是对他正面评价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不管是影视剧资源还是商业代言都有突出成绩的原因吧。 严谨 肖战方辟谣为上海捐50万外的公益,送橘子意外证明观众员。 肖战专访四字评价搭档杨子,直言合作很愉快,导演称努力二搭。 近日,青年演员肖战多次接受采访,围绕的话题还是和杨子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尽管已经收官了,但肖战的顾位还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好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肖战再次四字评价合作搭档杨子,还称和肖战合作很愉快,而早些时候导演直播过程中透露自己正在努力让肖战和杨子二搭。 据悉,肖战在接受专访的时候,用真实和专业四个字来评价自己的合作搭档杨子,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并不是恭维,而是客观事实。 另一方面,作为《余生请多指教》导演的吕莹老师,在直播过程中也谈到了肖战和杨子,先是表达了感谢,都是优秀的演员,紧接着就透露努力让两位演员二搭,继续给观众带来好的作品。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并不是很在意能不能二搭,我们都会尊重和支持演员们的选择,顺其自然,支持演员们的好作品。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余生请多指教》台前幕后的故事,合作不仅愉快,还非常成功,肖战和搭档杨子都是实力派演员,强强联合自然会让大家满意。 总之,我们只希望演员们越来越好,接下来的发展道路可以顺顺利利,我们也会继续期待肖战的作品和舞台。 如今的肖战发展非常顺利,新代言接连官宣,还是有很多媒体点名推荐肖战,我们还是非常喜欢肖战。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肖战值得期待。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的支持明镜与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